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积电的盘中走势 10点钟就正是台积电也往上急拉一波的时候 那么当时台积电拉了30块钱 那么让指数也快速暴涨 大涨将近300点 那么再回到大盘 但大盘还曾经一度翻黑 所以在今天可以说是上冲下戏 那么指数在今天手里23,997点 而成交量4,670亿 那么来看盘面的重点族群反映几个题材 第一个叫涨价题材 那么之前是台积电要涨价 现在是PCB和被动元件也要涨价 所以国具登上800 星星禁逼了200块钱 那么第二个题材叫做补涨题材 直接付报酬的啦 今年没涨到的啦 很乌子的啦 开始动了 包括伪创支援涨了超过5个百分点 那么第三个题材就跟川普息息相关了 因为大家认为川普入主白宫通膨在一起 所以抗通膨的营建股 也就是买房子抗通膨嘛 所以营建股连续两天表现非常强势 在今天亮了四档亮灯 新复发还创下新高 我们稍后来做解读 为您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金融平均协会理事长林昌新 大家好 大家好 财因系助理教授 居会中老师 大家好 要请到万宝头顾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冠军操盘手杨云祥 老官好 大家好 杨云祥现在成绩怎么样 有病 这次比较难 这次比较难 这次现在冠军是1.2亿 赚了1.2亿 那你赚多少 我现在赚1000万 所以现在上冲下写很难做 也因为上冲下写很难做 但是又热到不行 现在如果没有在股市 就会有风陌情绪吗 我们之前有谈过 所以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好 今天最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在10点左右 台积电开始急拉 它为什么突然暴冲 对 两个原因 第一种可能 内支要加外支 因为明天礼拜三 是台子期的结算 我们看一下 今年是史上最奇怪的一年 最奇怪 对 今年到目前 大盘涨了多少 6000点 但是外支吃桂林糕 外支到昨天为止 不是 它转为静卖超 噢 静卖超 本来是买超 照道理涨6000点 它应该买很多 对不对 但到昨天一把它算起来 转为静卖超 但是它有赚到 因为台积电赚了不少 所以它是不是获利了结 要把钱回到美国 对 这也是一个原因 但是它吃了桂林糕以后 布下了旗子空前的 36000口的空单 就是这么多的空单 所以有内支 因为今年是内支主导 是 投信大概买了4000多亿 投信的话 其实就是一般的人的钱 ETF的钱 对 那有可能是受险公司 也可能是政府基金 我们所有政府基金 全部的钱都砸在TSMC 所以要嘎明天 旗子结算 要嘎外资 这第一种可能 假如是这种可能的话 那就短些一两天而已 明天结算就结束了 对不对 第二种可能 我们先看一个数字 外资在这个月给观众猜 台积电它卖超多少张 卖超多少张 5万1000张 卖那么多 我们来看一下 7月份我们转成月线 对 外资是1234567 连期卖了 然后下面看这个外资的一个筹码 台积电的股价呢 如果从月线角度来看 你看多厉害 500块一路飙 飙到1080 对 但是这个月外资卖超的数字不少 对 来 阿冠给你看 51861 5万多张 5万多张是什么概念的 提款了500亿 因为现在一股已经到1000块了 对500亿 那这个月到昨天为止 7月份外资卖超是780亿 等于将近7成 都从台积电提款 但台积电很厉害 还是涨了80几块 大盘涨了900点 所以类似多厉害 就是爱台积电 但是第二种可能就是说 外资这个月已经卖了5万多张 会不会礼拜四 台积电718的滑缩 可能有重大的利多 外资已经先知到 赶快回补 对 那这样的话 最有可能利多 有人说是不是上调 今年全年度 不是那个第三季的财测 不错而已 是全年度的财测 再往上 所以外资 有没有可能浪子回头 对 假如是这个的话 他就想 卖了5万多张 给他补一点 那真的会是这个吗 我要不要现在买 不是啊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啦 我真的我不敢讲 可是很想问啊 对 他会不会上调全年的财测 这样不无可能嘛 但是我们也不能打包 不要嘛 反正礼拜四的时候 位置的家就会揭晓这个答案 可是我们不能等礼拜四啊 要提前卡位啊 明天再研究一下 OK 这个也有可能 外资一补的话 今天盘中拉起来嘛 但是我告诉你哦 督空还是激烈 拉起来也有人K 最后一盘才又拉高 是不是外资圈本身呢 也多空对作啊 自己外资也多空对作啊 好 但是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主轴 另外一个主轴 就川普的胜选 川普交易啊 那你可以看 最流行的是叫做川普交易 观众朋友 这个四个字是现在最夯的 叫川普交易 我们看力挺的一个川普 特斯拉本来涨了7% 最后虽然涨 但是缩小不到2% 也就是说 特斯拉大家还是担心 7月23号盘后的财报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不要盲目的说 川普的概念股 你还要看财报啦 因为川普媒体很厉害耶 盘前涨50% 收盘涨30% 但是其实涨无缩小 我告诉大家 川普媒体 就是他那个账号 被轰了以后 结果后来就自己成立一个媒体 然后股票挂牌 但我告诉你 这家公司的基本面不好 因为只靠特定的人支持 媒体要一般的人支持 所以川普的话 持有很大的股份 我告诉你 你的操作是这样 要先买 然后那一天 川普的概念大涨的时候 其实你要买 你看 他们这个 这个盘后已经转为 差不多跌快10% 有人在出 然后你可以看 太阳冷的股票 因为川普不再补贴 太阳冷跟电动车 其实特斯拉涨已经很不错 其他电动车都跌 然后你这个太阳冷的股票 你看 和索拉这个跌得很重 跌得很重 然后 AI呢 AI 川普没有特别说 他支持或者要吼定AI 但是AI是今年涨最多的 所以大家从高级起来 川普要当写的 我怎么样 我钱还是留在股市 但是我可能做一个动作 高级起来买 转到低级起来 大家会觉得这样相对 要规避这个川普交易的风险 所以你看低级起 高级起的股票都下来 那台股完全一样 涨低级起的 对 涨低级起 今天IC设计就这个 做PMIC的 就电源管理IC的 系列涨最多 为什么 它今年跌5% 基级过低 对不对 那你说 今天广达 鸿海同样做AI伺服器 都没去 伪创为什么今天可以涨到快7% 因为它的 因为低级起 YTD最低 人家红海涨一倍 广达涨50% 你才去16% 没去到 没去到 IP的这个资源 其实今天盘中 这个IP IP的资源跟爱普 今天盘中其实都涨很多 为什么 你看它YTD都很低 爱普今天还跌16% 然后被动元件 提出了涨价 结果被动元件有了股票 你看金宝今年才涨19% 大盘涨33% 光节今年才涨2% 这个你可以看 盘中甚至出现了涨停 好 所以是不是这时候 根本不要管YT的股票 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把眼光 放在低基期的股票 那么低基期股票到底空间有多大 刚刚云翔说 连我这个冠金操盘手 现在都觉得这一盘做 为什么很难做 现在难是难在哪里 是那个振幅太大吗 穷来穷去 那个是不是当冲太多 当冲我觉得是还好 对 那难在哪里 现在难在 它的持续性比较不够 就是说 不会说像之前 大概一个礼拜 有这种持续性 有时候是一两天 然后基本上 大概回来以后一两天 所以它的震荡 就是现在的续航力不够 对 就是轮动速度太快 然后可能要手脚很快 没错 做多 好 那我们回来看云翔的 所以这个时候 云翔 是要买低基期的吗 我认为现在是适合买低基期 但是要做短是不是 对 台阶现在来讲 我觉得还是会休息一下 对 就最近一两个月 我觉得可能休息 可是有些低基期 基本上你可以看 就是说 有一些大概营件 对不对 那MLCC 这些基本上都开始带动起来 那代表说这些 其实比较低 低价格的这些股票 最近的波动都很强 就连续可能涨停两三天 这种都有 我直接问了 你不是说你今年的绩效 其实之前都很好 但是最近比较难操作吗 也没有很难 没有赚一千万 但是没有赚一下之前那么多 他们说第一名 是不是要贪贵了 第一名 那你现在要拼它 你要用什么来拼 我先讲一下 就是说我现在的拼法是 比如说我现在会看 第一个东西 每天早上一定先看一个 就是产业的禁流 所以禁流就是说 禁流入或禁流出 也就是资金往哪个方向走 这是看得到的 比如说现在今天来讲 资金是往营造 对往哪里 往营造往MLCC走 钱跑到哪里 你第一个先看钱跑到哪里 那钱流出哪里 基本上这些金就先不要碰 好当天你是这样看 那第二个呢 接着呢 那接着就要 那我知道钱流到这里之后呢 接着开始找股票 对 你每天这样找股票不是很累吗 他每天流进流出 我整天没啥啥 没啥啥 别的没啥啥 我们要精准去找 基本上才有机会 好 所以接着就找个股了 对找个股 所以比如说特别这里面 比如说我今天就针对营造 MLCC跟细致财 我觉得这个有机会 那我先切到 你看下一张 下一张这一张 我就说 今天比较强势的 大概带到哪个族群 比如说在营造里面 今天刚刚也讲 四肢涨停 像基态这种股票 基本上连续喷好几根 那也代表说 现在连这种营建股 基本上小型在创高的情况下 那我就从这里对比 去找一些低基期的 比较有机会的 那比如说细致财里面 股资源非常强 对不对 因为信用也带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说 当这种股票 基本上在冲的时候 那可能 我也相对去找细致财的 有没有基期比较低的 另外来讲 今天的被动员件 对 今天非常强 尤其被动员件 国际里面 它今天是持续 已经是创高了 等于是从今年这段 长很多 不算低基期 对 所以今天被动员件来讲 基本上有很多股票 也非常的强 对 好 所以呢 所以这里面 我大概有找了 两次低基期 那我们看下一张 好 就是说 在这里面 比如说在营建 营造的部分 你选了中工 对 还没有动 可是还没有动 基本上发现说 它量开始有点动 可是当然量的还不足 我认为说 基本上 当它有爆量起来的时候 事实上就有机会 那你现在进场了吗 还有没有 我有开始在收 对 像这种 什么叫开始在收 就是比如说 先100张 再100张 慢慢的 开始小买 对 开始买 那你积极买进 会是拿捏在什么 对 拿捏在什么样的量 大概比如说 会拉近在这样的一个位置点 大概是 大概我觉得大概在十万 五到十万张左右 五到十万张 你就比它积极买进 对 我就积极去买 这样子 像这样的股票 因为它离它的高点 距离很远 因为高点快二十块 所以它还有 大概两三成的空间 我觉得这有机会 好 那另外来讲 那这档信仓店 对 那你也早上在收了吗 这个档的个股 还是还没动作 这档我也有开始在收了 那原因也是在于说 今天国具已经是喷高 已经连翻了 翻倍以上 那大家也知道说 整个在AI产业里面 对于MLCC的需求很大 所以一台AI 大概要动到 大概四千八百颗的 这个MLCC相关的零件 这个被动元件 所以以这一支来讲 就是说 它的这个业绩也不错 对不对 它的EPS不错 可是目前来讲 它等于是以 这样的情况下 打了一个大的一个底型 那刚穿过这个底型位置 事实上它前波 之前的高点 可能落在七十到一百 那以国具来讲 已经到八百多块 所以像这样的股票 基本上 它其实是真的有动量 所以这一支 已经有出量了 对 这一支 我就会比较积极一点 这支可以比较积极 对 因为你看出 它的量能 基本上已经大概有拉动到 它前高的这样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点 会比较大 那这都是做短 是不是 你刚刚也谈到 最近轮动的速度很快 其实我一直都做短比较多 大概 短是多短 大概在一周左右 一周还好 对 一周左右 很多年轻人是隔日冲 你知道吗 现在 好 这是我们冠军操盘手的 选股方向 但我们回来问 刚刚其实 我们来看一下蔡总 刚刚有一则讲台积电的 就是七一八的法说会 外资怎么看 来 外资预测 预测 会上调全年财测 虽然 大家都说现在买小的 要买低机器的 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 放下台积电 台积电是我们的最爱 所以我还是得问一下 因为七一八 这个礼拜四的法说 会高度关注 那外资现在认为 有可能会上调全年财测 来 我问一下长青 上调全年财测 会是重大的利夺吗 会激起外资回头再买的 应该是说 外资应远连续卖了七天 他有没有可能返卖为买 会不会激起他回头再买的机器 我觉得就算买回来 那基本上第一个要先经过几个关卡 第一个在台子期的空单 他一定要结算之后不再转仓 我觉得大家可以观察 那现在空单很多 空单很多 还算三万六千多口 那看看明天 明天结算 如果结算之后 让他自然结算 他不再大量转仓 我觉得这就是第一个契机 第二个就是说 现在虽然外资调高目标价 可是这几天我认为 外资应该不会大买大卖 如果公布财测之后 外资回头过来 补买 然后期货又见多单的话 那这边台积电就顺利 所以你会等七八 之后再来做决定吗 我觉得这边不好压住 这边反而有高低机器 我们一直讲 台积电的供应概念股 有些涨到比较高的 现在开始回档 低位接往上拉 那我觉得在这边还是一样 先等台积电的法术会 公布之后再来切 好 等七八以后 再来做定夺 老师也是这样看吗 我会觉得 如果像今天盘中 或这几天其实盘中 职业也是外资说 我要压保压保压保的意思 就是说他还没有 照看法术会之前 我先去卡位 对 所以我会比较积极一点 有下来低点 我会分批慢慢接 一点点 一点点 这样子去接 要不然如果真的 七八一个大力度 薄掉又起来了 老师的低点是多少 因为台积电现在 对 因为这一步你看到 还是都维持在一千出头 所以说你每天 一点是破千吗 还是不用破千 不用破千 你现在只换破千很困难 但有到一零二零三零四零 基本上大概都是可以慢慢接 一点点一点点接的位置 你要破千 我觉得短时间看不到了 好来 听开平的意见 来 开平 这个其实我在上个礼拜 我就说过了 台积电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设备股 你要开始要卖 你看这两天 很多设备股都弯头下来 什么万润 红村 要卖设备股 对 为什么 我再讲一遍那个道理 台积电现在本益比 还不到25倍 根本没有问题 那川普以后会 台积电怎样 那是以后 好几个月以后的事情 那台积电这是 但是设备股 很多本益比都 什么七八十倍 八九十倍 就是跟着台积电在跑的 那所以说台积电 1024那个地方 支撑就很强劲了 所以1024可以买 我认为附近都可以 不论它是718前 还是718后 就是你要往下接 你是分批往下接 那台积电真的大出货 是在第三世纪到明年 那个等于说 出货高峰都还没来 还有不要忘记 还有个苹果在那边等着你 所以说台积电不会有问题 但是设备股 我再强调一遍 我在上个礼拜 我就强调了 设备股逢高 一定要先卖一趟 因为出来如果说设备股 我不认为台积电 这次会讲说 我设备股要设备 资本支付大幅跳高 它一定会讲得比较平稳一点 那如果说出来 符合大家预期 之前卡位的要先跑 早就有准备先跑了 那如果说出来 没有听到大家要听到的东西 就这样 很多什么资本支出的股票 会开始做大幅度的震荡 好 所以回来看 现在还是要把目光 放在比较低基期的 比较中小的股票身上是吗 对 我觉得是这样子 因为现在的 因为你外资就是在卖嘛 你何必跟他对坐呢 虽然说外资不是 这一波的主导权 可是如果外资卖的是全职股 这个盘就不容易创新高 它虽然不是主导权 但你没有必要跟他对坐 对 而且其实大家看到 美国跟台湾都一样 就都会对 我先跟大家讲 不只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在跌 两年期公债殖利率 更是加速下跌 加速下跌的过程中 大家可以看到 左边是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这一波一直在破底 表示怎么样 九月份应该是势在必得 应该会降 那降期的过程中 我们之前就提到了 其实对大型股没有利 所以小型股 大家看最右边就好了 中间那些纳斯达克没看 看最右边的 美国的中小型股 不是上个礼拜标 连续这几天一直在创新高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包含右边叫罗素2000 一直在创新高的状况下 右边就是罗素2000 你看 这两天大概飙了大概8%左右 指数飙了8%左右 美国人喜欢红色的 我们喜欢红色 美国人喜欢绿色的 可以讲一下 所以绿色是危险的 绿色就是要他们的红K棒 你看 长红K棒 一直创新高 用我的语言讲叫长红K棒 那因为怎么样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以激起来说 这个从今年2024开始 你看纳斯达克 这个你看小型股 根本没有涨到 这几天才涨的 这几天才涨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现在的时候 你说手上位阶高 你不知道要不要做善力 非做不可 你一定要做基齐低 我做会有那个 FORMO情绪你知道吗 会会一定会 不在场的焦虑 对甚至于说 你在如果在电视上 或媒体上 跟人家讲说 这边做空长太多了 你不要讲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觉得 你叫朱老师 我们在录影前 朱老师跟我说 现在散户500万户 500万户有什么概念 你扣掉老人跟小孩 全民运动 那我怎么能够不做 我不做就我不在场焦虑 只是看做什么 对不对 而不是叫大家不要做 所以现在其实全民的 做股票的运动 还是很兴盛 我们来看一下 那做什么 来做什么 来同样的道理 我先给大家看美国 再回来看台湾 你看罗素两天大涨 所以我把成分股 排出来之后 赶快 涨没有赚钱 涨落后补涨的 所以你看这家 奥斯特这家是做什么 我可以找到后补涨 我不敢买没有赚钱 他做Lite 可是怎样 它是亏损变少 亏损变少跟自驾车 做相关的 你看 这个就是怎样 它其实是这个 罗素两天的成分股 标股 标66% 所以同样的道理 第一标股 对 第一标股 一个礼拜 66% 所以同样的道理 特斯拉先涨完之后 小型的 这个做Lite就开始涨 所以现在回到投资人的情绪 只要没有比之前更坏 那基本上就是好事了 那台湾 看来 绝绝破底了 其实大家来看 我们看台湾 台湾也是一样 台湾人的这个自然人数 你看 创新高 所以表示怎样 散户现在其实 一直在增加 我跟大家讲 现在是 现在是好 前两天蔡总部说现在是 30年前全民运动的那个热矿 又再度被复制了 对 而且我前两天跟券商的高层 在吃饭聊天喝咖啡 他就说 但是一直开户 一直开户 一直开户 所以很多小白 对 就是小白 就是在开户 那想说大盘有点震荡回檔了 小白就冲进来买 不是买ETF就是买台积电 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要买 因为看起来今年度还有机会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散户是怎么样 创了新高大概523万 中石户也创高 我认为这一波基本上 咖啡外资的就是中石户 你看中石户对吗 中石户就厉害 中石户 因为中石户 这个财源大战 散户其实买的比较多 我跟大家讲 都是买高股息ETF 高股息ETF买很多 那高股息ETF有没有创高 其实没有 中石户就买两种 一个是买 我听到中石户都买 买鸿海 中石户买什么 买那种所谓的中大型的股票 把它推上去 那外资还有这个大户的话 基本上你看 反而相对来说 这一波比较保守 所以我认为了 像的一个状况 回到台湾 也是通常的道理 回到台湾来往下来看 你看 这叫做 腾锣指标 对 这叫大盘 这叫上规指数 OTC OTC 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个我们都可以看到 大盘这边有一个跳空缺口 其实我们看OTC 其实是不会 因为没有台积电的影响 可是我必须跟大家讲 这个时候你不应该是 单单的只看融资 因为融资一直在拉高 腾锣指标 我跟大家讲就怎样 就是上涨减下跌 各位看 大盘的上涨减下跌加速 创新低 表示什么 只有全指股在撑 大盘这么多间 就是说 就是涨势集中化 涨势集中 那大部分的股票是在下跌的 你看右边 右边在OTC OTC反而撑住 所以说其实资金是怎么样 流往什么 流往OTC的小型股票 我认为这边还有一个点 这边刚才阿关你问我 说要过高 这里的量能 这是量 量能一定凹动量完 一定要出量 如果没有办法出量的话 我觉得就是要回撤月线 所以短期来说 我觉得外资也是在压 如果台键的法说 比如说符合预期 或是没有大幅超过预期的话 那这个地方呢 小型股会动 可是大型股动不了 所以涨多的股票 我暂时强调 要小心 所以我最后帮他挑出来 你看 如果跟这些AI相关 你看 这种起床 刚才开篇也提到了 你看 我都在起床 怎么涨怎么下 他还在怎么涨怎么下 很可怕 在大坝尖三 对 这样收起来 他这样下来 对 就是直接类似那种 A型反转 你看他这也是 正常办也是 但还没出来 可是反过来 你看 第一位接的 这也赶快做台积电设备 做半导体设备 亚翔今年大概赚多少 赚20块左右 第一位接还没赚 今天就喷上去了 伪创资源 刚才有提到我就不讲 我认为大家可以观察亚翔 同样如果台积电设备 支出不错的话 大家就开始找 贵的把它卖掉 去买便宜的 这个本益比其实相对又低 又有赚钱的 我觉得相对比较安全 好 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 股市的难一 毫无悬念 就是NVIDIA 就是黄仁勋 但下半年 难以换人做了 千万别忘了苹果 刚常仙特别提醒 千万别忘了苹果 苹果呢 大摩现在看好 估计未来两年 iPhone的出货量 逼近5亿只 大摩把苹果 列为首选股 目标价已经提升 来到了273 所以苹果光现在很亮 蔡总 对 现在回答 并没有再创历史新高 但是苹果不断的飙高 因为机器它比较低 苹果昨天又涨了接近2% 234美元 这是历史的新高 大家看K线最近一直在创下这个新高 那昨天它的一个利多是说 iPhone在印度大热卖 最近一个年度的话 在你看左边这个图 你看这个多快 在印度这个市场 iPhone卖了差不多80亿美金 比前一个年度 大概YOY增加了33% 我告诉你 印度为什么现在这么热爱这个iPhone 第一个印度的股市 不断的创历史新高 钱多 莫迪又执政 又经济改革开放 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这个8个月 印度股市飙了25% 大家有钱 有钱以后 身份地位 买一个iPhone 而且iPhone一定要买什么 要买金色的 因为印度人多喜欢黄金 有一次我到印度去 有一个抱着小孩子 那个中年户人 是在刑起 他乞丐 伸手就跟我要钱 我本来想给 因为他抱孩子可怜 后来我不给 因为他手上挂满那个金链 一看那个脚 打四脚还有脚链黄金 捧着金饭碗的乞丐 不是 后来我了解说 印度即便是穷人 只要有钱 一定要买黄金 所以iPhone金色的 一定会大买 对啊 我们那个手机壳都塑胶 人家那个到金店 你们弄一个黄金的 那个iPhone的壳 所以热卖 那现在 而且据说印度今年 还要开好几家的 苹果专卖店 库克要去 库克要去剪裁 要去开幕的 库克去年就去了两家 这个iPhone的旗舰店 今年还要再开 那现在库克还有一个 深谋远利的一个计划 他不能太依待中国 所以要把这个iPhone 的产能移在这个印度 印度去年iPhone的产值 是140亿美金 提高了一倍 那当然刚开始还是靠台湾 红海 红海再来印度生产 这个iPhone的组装 占67% 另外核硕17% 剩下的大概是6% 本来是伪创 伪创不是打包给那个塔塔集团 所以他们本地的厂商 也开始练兵了 但说起来你说iPhone 我看这个在印度的市场 iPhone占整个印度的国家 那个手机的市占率只有3.5% 印度的话基本上 还是那个安卓系统 中国的那个廉价的 这个手机为主 所以现在库克讲说 我现在在印度生产 我以后印度生产的这个iPhone 现在只有14% 占全球iPhone只有14% 以后我要变成怎么样 可能double 甚至六七十% 这个降低最中国一代 那我们回来讲 其实下半年最热闹的就是手机 其实不是只有苹果 三星各厂盘都要推心机 其实我们想一下 这个一年前这个时候 你看那时候产业基本面 最好就AI 对不对 我们已经讲过了 那时候广大才八九十块 尾创三四十块 同样的逻辑 现在我们来看 现在最热的就是手机了 所有的这个产业 看起来这个景气在好的 Smartphone 你看这个是第二季 第二季的数字 第二季已经是连续5G 全球Smartphone 这个YOY出货都是成长的 第二季的话 继续成长 全球第一名是三星 第二名是苹果 第三名反而是小米 对 但是这三大 其实我们想 只有苹果还没有AI 缴了AI出来以后 它可能会跳到第一名 你看右边这个 有人预估 这个今年这个AI的手 这个整个AI的手机的出货 只有2.3亿支 大概占比19% 就100支当中 只有19支是有AI功能的手机 但是你看 2025 2026 27 28 你看这个数字我就不念 一直在称 靠谁 靠AI 这个不就是一年前 我们在讲说AI伺服器 那个景气看好的环板 所以将来大家都会换AI手机 问题是AI手机 现在换的人还很少 买的人还很少 所以这个成长空间很大 我现场民调一下 谁的手机 现在已经换AI手机 来举手一下 有 蔡总 你不是手机控吗 你还没换 他那个折叠可能还没有 预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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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已经预购了 然后有一个已经换了 成长空间很大 现在还有一二三十四个人还没有换 所以我们来看 华尔街现在一面倒 调高苹果目标价 而且认为苹果就是首选 那么当然要回到我们台湾的瓶概股 来蔡总 这个现在华尔街给苹果最高的目标价 三百块 现在是两百三十 等于后面还涨30% 各位想看 苹果真的涨30% 我们的供应量可能搞不好 有的小心一点 涨五六十% 所以我也是看好这些股票 大力光台积电 一金光红牌全新 文帽 真顶KY 合硕等等 这些股票 但是因为今天的大盘有变数 我觉得今天忠实或主力 没有用力的买 那个瓶概股 因为今天的盘 就看台积电我就其他的看 但是我告诉你 看瓶概 这个是共同的现象 我们看大陆 因为大陆的苹果供应链 这个其实规模很大 又有一家 做电声的 阳声器的各股份 又预告了 我刚才这个信号很重要 我上个礼拜有讲 秋泰做镜头的预告半年报 我刚才讲 大陆的那个瓶概股 这几年很少预告半年报会好 这个是第二家 你看YOY还200% 获利要200% 它是预告 预计上半年的净利润 会到11.81亿到12.65亿 同比大涨180到200% 对 A股有一个机制 就是说你的财报 比疫情都很好 或者很坏 你要预告 台湾还没有这个制度 他要预告 先让大家心里有一个准备 你来看秋泰 这个各位股份 光这个五月以来 其实五月到现在才两个月 股票涨70% 这个都是证据 然后我再给各位看 今天因为苹果中间 又改写新高 大摩列为首选 大陆的瓶概全部都喷 这个跟大力光 做一样是光学镜头 它还是No.2 它还不是第一供应商 我们大力光第一供 这个下午更大的涨势 它涨了6% 然后你看哥尔股份 哥尔刚刚讲了 对 涨7成 利益讯这个大家很熟 你看今天涨4-5% 人家这边都在大涨 连德塞电池都涨了5% 东山精米涨了8% 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 你看到大陆的瓶概 这么强了以后 其实台湾遇到像这几天 假如说盘压下来的话 其实它应该是好的买点 好 那台湾怎么选 我们看 你可以看 其实大力光是最重要的指标 为什么 因为大力光的机器是最低 它今年只有涨10% 大盘涨33% 它欺负10% 而且它最贵 所以股票一个族群要扭起来 你如果先涨高价的样子就像出来 所以3008大力光还是重点 我们来看 好我们来看3008大力光的日K线 它这波急喷之后 移到压力点3220块 但是时间稍微把它拉长一点 它形成了一个空前的大V型环转 稍微缩小一点 这个整个V型的环转 其实光看这一个 你看这一段你不感觉 你看了这样 这个大V型环转 这个已经是 那个多头的形态 应该都已经确定了 所以大力光这两天有点停顿 但是蔡总是太贵了 有没有便宜一点 我们还有六公格 我们再回来六公格 这真的太贵了 三千多块 我告诉你 有一档股票很奇怪 TPK TPK 老实讲 触控 这个也是N年没有涨 但是现在消费电子 可能手机跟iPad 可能会不错 所以股价 你看367 一点爽平板 对 其实它的EPS 我们可能要看最近 它盘的不知道N年 N9了 突然急了 终于动了 一般认为是什么 因为它的股价净值比 是最低的 积极最低 它现在股价净值比 只有0.5倍 所以这种跟手机有关 跟平板有关 但是那个净值比较低的 股价净值比较低的 也可能是重点 好 开屏 这时候怎么选股 这个时候 大家选股要比 我跟大家 我在讲这个之前 我先讲一个观念 你都看到报纸出来的时候 在买的时候 那个你就是 只是跟上报纸的一个脚步 我们要怎么样 能引动风筒 来导播先给我一档 那个4109 先给我一档4109K线 好来4109 K线 K线 加节声音 日K线 日K线 我们在什么 我在这个时候讲的 我就讲说什么 接下来一定很多人 会注意到生技股 生技股有个大亮点 叫做外媒体 关你知不知道 我在周末跟昨天 周末跟昨天 在其他频道 听到有人讲 讲的东西 很像我写的资料 整理的方式 那我们的观众 都已经赚了这一大部分 就今天开高之后 可能讲开高之后 马上就真的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落后 我们的观众 已经落后一大步了 对 好 我再来打一档 6173的新舱店 今天大家不都是在讲 那个 讲那个被动元件吗 我在这边讲的 讲上来就真的 今天收盘又过高了 那时候没有人在想 没有人在讲 好 那我们回来讲 现在应该布局什么票 我们要去抓议题 来 我们看攻格 今天有个特色 我想大家 我们所有来宾都提到 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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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机器 对 都低价 可是 就是说 你看像 邻聚你能说出 他有什么基本面 没有 他就是做那个小面板 比如家电 那个小框框面板 小面板 他就是低于静值 所以他7月份本来 是静值18块以下 哇 就涨到静值以上了 有赚钱 低于静值 要上静值 这个基态 所有营建股里面 基态我最找不出 他有什么了不起的题材 上次那个内湖事件 还那个 对不对 他现在的题材 结果他今天也是因为 最低价22块 今天也涨100 便宜 他是有道理的 他是电杆的上游 上游的材料 因为他没有涨到 他是台湾少数 有做电杆最完整的上游 所以他今天涨100 这个益家 益家 之前没有涨到 苹果要来了 结果他 也是6月营收不错 掌停板 好 那我们来看 这些K线 导播在下面一张K线 这些K线形态 都已经来到高涨 怎么办呢 就说今天已经掌停板 熟住代表很多人看到 明天搞不好就开得很高了 来 我给大家看一档股票 今天都没有人什么注意 导播打一下分时走势图的 1409新签 好来 新签 都没有什么人注意 新签有什么题材 对 我讲到新签 一定有人说 这新签有什么题材 各位 你若是这样的话 那你永远就当输家 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我介绍 报告1409新签 他有这个四个题材 7月21号什么事情 有奥运 奥运 奥运是一天的吗 奥运 我们说法说会什么 或是展览 大概法说会一天 展览大概三天到五天 奥运是两个礼拜 还有下个礼拜 是不是有台积电 台积电很多 你看刚才昌星 谢谢昌星帮我举那个例子 我是不是在两个 一个多礼拜前 我说高价设备股会弯头 你看什么万润 什么的 刚刚昌星帮我举例子 你要买什么 买每天都用到的 耗财 就是我每天不管你台积电 我不是说买一次设备 买完就结束了 这四大题材 我讲很快讲 各位第一个 他是台积电新的供应链 为什么 他跟比利时的 Sorbet这个集团 合资一家叫新硕 那黄伟哲 那个在剪彩的时候 还说 这是我们南科的重点厂商 我们要重点福祉 为什么 这个新铅占51% 他是提供给台积电 晶圆清洗的过氧化清 很简单 我们为什么在制造晶圆药 无程式 是不是要干净 那你看制造过程中 有什么砖 什么石科 一定会有一些下脚料 会脏 所以你最后一定要用 电子级最纯净的过氧化清 把它清洗掉 他就是做这个东西 他提供给台积电 第二个 奥运来的 他每次那个Sigma环保扎 他从宝特瓶抽出来 抽的极细 跟远动性一样 每次都什么四足赛 什么都是他运用 而且我告诉各位 你可以去查 他每年7到9月 营收高峰 都是在今年的8月或9月 或是8月或9月 今年又有奥运 所以说本来就是忘记 再加上奥运的高峰 再来 我先讲这个 特斯拉比赎更迷列 你知道吗 特斯拉当时在台湾的时候 无人要摄影的时候 他要做充电箱 大家做不出来 为什么 他的充电箱就是 瞬间要有大电流 有的会做的 会爆掉 或是过热会爆掉 只有一下做出来 大家都不知道吧 因为他有工程塑胶部门 所以他是鼻祖工业 而且他有一家公司 叫做友辉 最近大厂特长 他做什么 做那个折叠机 可饶式的保护材料 就是将来折叠机 可饶式的保护面白材料 这个是他的工程部门 独立出来一家公司 新铅 目前还持股56% 好 再来 今天不是在讲什么资产题材 这个营件题材 对 以前他是桃园的资产王 大家最近有没有去过星浦 有没有去过桃园 有个观音叫草踏重化区 草踏重化区以前人家笑说 没有 现在那个股价是坐二望山 他是桃园最大的资产王 还有包括这个士林也有 净值22.1 房价坐二望山 对 他股价净值比竟然只有0.7 最后 好 我来看 周K线 这个一定 来 周K线 这个是周K线 你看 刚刚也没有大涨特长 周K线 好 我们再把时间拉 好 来缩小一点 对 我为什么 这个你看 净值22 它的净值22在这里 很多股票的这个净值 什么低于净值 没有赚钱都已经回到净值 代表什么意思 它还有20几%的上涨空间 所以要好好把握这个 多元题材的一个好股票 虽然我们刚刚说 今年下半年的蓝一换苹果做 对 但原来的蓝一总不会变零眼吧 这不太可能 原来的NVIDIA 原来的AI 难道突然之间变成零眼吗 不会 不可能 不可能 那你那两百口零眼 一只的那种 对我们回来讲 那AI的热度 什么时候会再燃起 而AI现在到底热到哪个族群 有没有可能是跟电有关的 经济部电力供需报告 在今天特别谈到了AI 说AI是吃电怪兽 估计五年会成长八倍 包括Google和微软 都说电力消耗惊人 整个AI用的电 超越了冰岛加纳等 全国用电量 那Google和微软 就是因为AI才突然之间大用电 小摩还说不止电 也会水的危机 因为AI资料中心在2030年 每天耗4.5亿加仑的水 我觉得行情总在大家 可能不知道的是一方 开始来做发动 我们讲重电 重电 重电 最年什么 水 电跟水都是AI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包含 这个开始经济部就讲 能源局说 接下来AI的用电量 可能变了八倍 这个八倍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再来 台湾的电就是受到蛮大的考验 为什么大家知道 其实全国用电量是慢慢的增加 可是如果你说 Google 微软甚至Amedia 要来台湾设资料中心的话 对不起要不要用电 要用电 可是问题就是在于说 当台湾要用电的时候 现在目前现在 如果到了2027年 夜间的什么 用电量的备用电源 只剩下8% 但是普通常备电量应该有15% 所以不够 所以只要一个机组 跳电 那就可能要限电 别再说了 现在真的很热 千万不要跳电 出出来 对不对 我光前几天 这个汽车发不起来 电瓶坏掉 全家就快疯了 赶快call call人家来 真的 整个炉作针毡 在这里头好像浸三温暖一样 赶快去换电池 说多少三千就算 赶快换 有电就好 我讲的是说 现在台湾会遇到一个问题 核二核三要除疫 那这个除疫本来就在排成中 排成一代一台除疫 现在在核三要除疫 就是少3.5%的电 核二接下来要除疫了 也是少3.5%的电 所以现在遇到 台湾的问题就是说 假设我们做这些金元代工 他要用到电 资料中心来又要用电的话 我们会不会对电力的评估呢 可能会阻碍接下来的发展 因为美国就已经先算了 为什么以前很好估 就算你说 管他说 我用冷气 是能用到哪里去 可是问题现在是什么 新的用电的需求 以前传统我们开车 开车用的叫做石化能源 对不起 现在电动车 虽然价格直直落 可是大家如果在路上看到 电动车的比例上升的话 你看 电动车占的用电的比例 已经可能也来到什么 2030年来到7.87% 这个是不晓得数字 所以石化的污染变少了 可是你用电量增加了 这是第一个不确定因素 第二个就是什么 就确TVP 就是H100 一个H100的资料中心 现在大家说资料中心 Data center很夯对不对 要建资料中心 可是方皇过来 资料中心的用电量 太阳能发电厂 所以一样 最近太阳能也是蛮夯的 就怎样 那基本上怎么样 我的资料中心 假设我没有新的电力溢柱的话 那只好搞不好 资料中心旁边就配一个什么 太阳能发电厂 小型太阳能发电厂 对吧 来发电来供它使用 那我们回来看个股好不好 那重电股有多少机会 我们来看重电股 这讲重电股资源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其实水资源 电跟水其实蛮重要的 其实我们说电的用量很重要 可是水大家知道如果缺GDP 我查一次资料 可能要用到100加100毫升的水 这个是大家本来没有注意到的 好 所以上面这一段是这个 所谓的重电股 跟电有关 重电股我跟大家讲 其实起到这下差不多 因为本益比 起到这差不多了 我说差不多 差不多的意思是说 我手上全埔的这个就说差不多了 差不多的意思是说 因为大家都知道 电大家都知道 不是今天才缺电 所以包含这些电力概念股 只要涨多没有修正的 本益比太高 我认为都不要去做追价 可是反过来水 为什么我讲这么多 我觉得水其实比较重要 为什么 因为水资源 低其低 而且这些都有本益比的效益 表示什么 第一个它有赚钱 像包含国桶跟三井水 它做什么 做海水淡化的 也就我刚才讲 现在的制服器 例如微软来Google 我要倒很多水 可是没有水 可不可以用海水来降温 不行 因为海水有盐 如果你打到你的这些制服器里面 全部都什么烂掉了 所以它还是先淡化 所以他们就接到什么淡化的部分 那千物精密也是一样 做污水处理的 那你看看 你看本益比 二十九杯 低档刚几涨 三井水也是低档七十一杯 千物精密三十一杯 所以我认为 电涨完之后 接下来如果是水的话 那水我们现在都怎样 找低基期 本益比低的 又有赚钱的 我认为水资源大家可以做留意 所以现在做股票就是 看大做小 看高做低 好刚刚已经谈到了下半年的男一跟男二 我们要来谈 有没有可能会有特别客串演出呢 特别是马斯克在力挺了川普之后 很多人期待 他不排除在下半年会缴出一些亮丽的成绩 那是卖电动车吗 恐怕不是 而是他的无人计程车 虽然他的无人计程车 从之前的八月往后延 但现在大家认为 特斯拉最值得期待的就是无人计程车 我们来看到中国也是如此 中国现在百度旗下的罗伯快跑 在武汉爆红 陆媒说 跑出了一片光明前景 没有错 因为你看到最新的中国经济数据 真的都是比预期还要来得差 可是唯独电动车 尤其是自驾这一片 却是现在大家说的一片光明 因为你纯粹卖电动车公开 真的在中国已经赚不到钱了 所以你看到百度很聪明 我也不自己深藏 我跟人家合作 可是我有什么 我有自驾技术 所以他在大概十年前 他就成立一家专门做自驾叫阿波罗 现在我就是付诸实现 什么无人计程车 你看到特斯拉讲了半天 他的名称叫罗伯快跑 对 公司名称叫罗伯快跑 事实上他已经在五个城市试办 但是目前最成功的大概就是在武汉 给大家数据 他在武汉现在已经差不多1000辆 注意他不是4辆 他已经是正式营业 大概有1000台车在跑 平均听清楚 一台车一天可以跑20趟 所以他实际上的实际 就是真的已经接单 超过700万笔 就他24小时你都可以order他 对 没有错 而且据说他的车费比 一般计程车便宜非常多 没有错 如果以10公里为一个单位的话 他最便宜可以只要4块人民币 4块代表才22块而已 10公里喔 那当然为什么说4块钱起 因为他会看时段 有时候见风时段 他就会比较贵 也就是他会有这种差别取价 所以最便宜只要4块钱 哇 你想你打到这种价格 那传统的司机怎么办 因为传统司机的价格 是他的好几倍 对 他就没套了 师傅就没工作了 在大陆叫师傅 是 没有错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尤其是他现在号称他的第六代 你看他人家已经进展 他的第六代 已经有Label 4的自驾系统 我们知道自驾最高是第五级 他现在已经是第四级了 所以问题是为什么马斯克一再延 就是他本来要推出 现在又有delay 就是因为在测试的过程当中 发现问题很多 卢博海报也是 当然都还是有问题 譬如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当机 无人车队如果当机 当机怎么办 那不是到谁车了吗 对 现在交通警察就很伤脑筋 因为里面还没人 你当机又卡在路线 我要移车员没有办法 怎么办 只好call总公司 请被后台的维修人员 赶快到现场把车子移走 所以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还有一种情况 虽然看起来很好 可是有人说我尖端时间 尖端时间我一定不敢叫 为什么 因为level4毕竟不是还是最高级 他不会钻小路 他不会钻小路 我们坐机车都很清楚 塞车的时候 那个有经验的问奖 就会开始钻小路走 很快就达到目的地 可是他为了安全 这个罗博快跑 一律都只走大马路 那问题就来了 尖端时间大马路往往就塞车 塞住了 所以很多人就说 如果尖端时间我绝对不敢叫 因为他只会走大马路 都不会帮我钻小路 所以我会被卡在车阵当中 这也是一个他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他现在发展成这个样子 而且我刚刚说不是只有武汉 他现在包含了在北京 在上海 在盛京 在广东 都已经在事半了 而且全中国也不是只有他 只能说他做得最好 所以你看马斯克到中国去 也是要跟百度合作 所以问题是百度人家 已经做成这样子 所以这真的会跑出一片光明吗 没有 至少在百度来说是一片光明